空有成竹 不信的时候 有一个著名的画家叫文童 他最擅长画的就是竹 文童为了画好一棵竹 不管是春夏秋还是冬 又或者是横风横雨的时候 他都坚持要去竹林 就算太阳好像个大火球 晒到地面热热热的时候 他都一样跑去竹林 站在猛烈的阳光下面 全神贯注地去观察竹的变化 有一天天空突然挂起一阵狂风 接着就闪电雷鸣 眼看有一场暴雨就要来淋了 人们匆匆忙忙地跑回家 而偏偏原本安坐在家的文童 就趕快拿起扔草帽 带在自己头上向屋外跑去 原来他一心想看看 在横风横雨的时候 竹是怎样的 于是他连望爬上山坡 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向竹林 虽然雨水滴滴答答地打在他臉上 不过他对眼睛一斩都没斩过 眼定定地观察着在大风大雨天气下的竹子 只见竹子在风雨的吹打之下 弯腰点头摇来当去 而文童呢 他就很细心地 将竹子经历风雨的样 默默地记在了心里面 由于文童长年累月对竹子进行了 非常仔细的观察和研究 竹子在春夏秋冬四季里面 究竟是怎样的呢 在阴晴雨雪的天气当中 颜色和姿态又有什么不同呢 他都摸得一清二楚了 所以他每一次画竹子的时候 都特别重用轻松 画出来的竹子 也都非常全神逼真 而当人们夸掌他的画作时 他总是很谦虚地画 我只是把心中的竹子画下来而已 这个就是空有成竹的故事了 他告诉我们 当我们对某一件事 认识够深 了解够多的话 无论什么时候遇到这一类的事 我们都不需要慌张的 因为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去处理